其实我是出来采点的 看能不能整个小鱼塘给我爸玩一玩 这个鱼不吃完 它是不会放我们回去了 这么大你看 今天跟了几个妈出来玩 然后其实我爬上来是看到这一棵了 摘不下来吗 哦 有刺嘞 啊好了好了 哇 真香 这个拿回去做DIY 怕什么这孩子真的要带他出来外面走一走 看到什么都是这样子 这样子 等一下拿进去给阿嬷 你咬他干嘛 这要泡水 泡水 哎呦呀 拿去给阿嬷 你说妈妈又摘了一个柠檬 里面还有一个 其实我是出来采点的 他们几个人在里面泡茶 我出来看一看 看能不能这里适不适合弄个鱼塘啊 什么的啊 搞个大鱼塘 让我爸以后 不是这个海鱼接下来不能钓了吗 看能不能整个小鱼塘给我爸玩一玩 这上面有很多山上流下来的水 其实在这里养鱼啊 养淡水鱼也是不错的 告诉你们以前我爸就特想来这边弄个鱼塘 我妈就是不让他来 现在如果我弄的话 嗯 他们就说不动了 我就想给我爸弄个鱼塘给他玩一玩 我买了 好啊 好啊 去摘吧 好玩啊 带女儿体验一下乡下的那种感觉 要多带她出来走一走 不然也是不行 上面还有一个阿婆要卖给我们 走我们再去买一点 我们人多乐妈就妈 我妈 还有我们呢 在哪里有一只小狗 好可爱哦 那什么 再去摘一点点 季灵你小心一点 妈妈清理吧 来吧 那你就可以玩水了 要不然你去玩水吧 不要啊 跟着我呀 待会儿再来玩啊 走 来 来 来 我帮你拿来 哦 哦 你帮 这个水来来里面有铲的吗 没有 没有呢 我能摸吗 摸啊摸摸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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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拽住回家呗 不行 没地方呀 就摸它一起住 不行 走了 走了 拽好了就回去了 拉小鹅来做苦力 走 回家 嗯 这个这个不好了 我说这些菜 要上干嘛也好吃啊 你不下去泡吗 我不泡 它们泡就可以了 今天带它们好好玩一下 刚从山上下来 去我舅妈她妹妹家了 去玩了一下 吃了一顿 然后才下来的 小鹅一直想请我们去吃鱼 去小鹅家里面 她妈妈也好热情 她爸爸也好热情哦 摘了好多菜给我们 枸杞叶啊 还有什么丝瓜啊 还拿了一个大冬瓜 我前段时间才拿一个大冬瓜分完 又拿了一个大冬瓜 拿了好多东西 现在好像她们又跑回去 又去拿什么巴勒了 真的每次来找她们 都是挺热情的那一种 不来嘛 她又说 你们太难约了 哎呀 真的太热情了 有时候反而太热情 我还更不好意思了 这次让她们好好的泡一下 下一次的话 再我们再约一下 过来这边玩 这边可以自己买菜来煮饭 还挺好的 要回去了 被小吴又拉过来吃鱼了 这个鱼不吃完 它是不会放我们回去了 我们晚上都吃过饭了 这鱼大不大 这是不是这一条 看起来跟你人一样大 没有 哪里没有 这么长你看 一米长 你看 这么大你看 这么大你看 都吃饱了 没没 减起好了 再过来 反正时间 下次来的时候 等我带海鲜过来烧烤 那你改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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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坐等车了 好 拜拜 海鲜还是走 都黑一靠两个靠下 哪里 生蚝啊 三倍啊 什么都可以好不好 赶紧吃 趁现在还能吃海鲜 赶紧吃 走啦走啦 拜拜 一人一袋 分账呢 所以哪一袋 不要大袋了 那样都差不多 来看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嗯 还有这个 哪里青瓜 还有 哪里青瓜 啊 小冬瓜 谁 他都没拿 没拿就算了 你能拿了你就拿 菜脯 嗯 满车的都是那个 萝卜干的味道 萝卜干 嗯 有带萝卜干回来是吧 对 好嘞 每次出去都跟那个 我姊妈说的都跟土匪一样的 啥都给人家扫完 吃吗 你犹豫不决我就不给你吃了 你别蹭我 快点过来喽 难得我给你加餐喽 平时哥哥都不给你吃 你别蹭我 一身猫猫 快点过来 又蹭我 别蹭我了 开心也不要蹭我 吃吧 先吃完一个先 给你开婚一下 平时你都没得吃 看你最近那个肚子都瘦嘎嘎的 又蹭了我一身猫猫 讨厌死了 你看你多土豪 吃两个土鸡蛋 两个会不会太多了 我哪知道 不管你了 吃吧 我去洗澡我要休息了 吃吧 把东西给我吃干净 别给我掉出来 快点过来 我手给你吃 你听着阿伟刚刚看嘛 你现在是越来越瘦了 你 不吃了是吧 不是我拿走了 不是我拿走了 吃吧 我拿走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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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